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说 十四年那条微博 无非是本次先天见之际的决心的人 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 十二年的微博 大可当作玩笑而已 四点一不仅是你们哥哥的季日 也是于人节 那个时候 沈腾还不够出名吧 消费张国荣有必要吗 以前真的是每年四点一都在怀念张国荣啊 我从未看过哪微博是明星 每年近日都一样 这么大规模的怀念他 真觉得张国荣前几年被过度消费了 沈腾应该不是针对张国荣 而是讽刺那些跟风的吧 讽刺的不是有些连张国荣电影都没看过 在每年都要来一句哥哥走好的人吗 沈腾自己的话剧里 明明都经常使用张国荣的歌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不满仗 认为是沈腾故意讽刺张国荣 你说近日时跟风的多 你忍不住秀一下优越 但不是近日时 你有时没事还要Q张国荣和粉丝出来一下 还能说 只是朝整个别粉丝 我看他可真惦记张国荣哦 说出他死后不忘娱乐一下 大众这种过分话语的人 真的算什么人品好的人吗 不说张国荣是一个娱乐全前辈 至少周围来个叔叔呀 阿姨呀 过世后还要拿来粉丝的人 谁受的了 辞者伟大 现在看见沈腾就隔音的慌 当年不红的时候 发的微博 貌似也没什么 好像就讽刺了一下粉丝吧 然后被人翻出来之后 就删了微博 其实不管你红不红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当年不红的你微博的文字 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如今红了之后 不过是顾忌多了 才有了删博和现如今的态度 你觉得沈腾发微博的初衷是什么意思呢 沈腾发微博的初衷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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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腾发微博的初衷是什么意思呢